今天的热点特事交代宁聚焦 由于帛琉境内至今都没有疫情发生 也让帛琉跟台湾之间的旅游泡泡渴望成行 外船如果顺利的话最快3月中旬就会开放了 还有消息指出帛琉的总统也将搭飞机来台访问 但外交部回应说行程还没有确认 指挥中心则表示之前有派防疫医师前往帛琉了解 有关于开放的时程还有检疫天数等细节 这两三天内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讨论 确认后再来对外公布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其实彼此之间对于对方的状况都还是不太有信心的 说不定帛琉更怕台湾人过去会造成防疫破口 一度计划申变的台湾帛琉旅游泡泡终于有谱了 外船最快3月中就能成行 还有消息指出帛琉总统也将搭机来台访问 但外交部回应行程尚未确认 会在这两三天会再做最后的一些比较决定性的讨论 以帛琉现行的检疫措施来看 其实非常严格 据来说要是想从台湾到帛琉完 得先在我国进行14天居家检疫 并且提交居家检疫前 还有搭机前72小时两次核酸阴性报告 历经前行万苦入境帛琉后 还要先做5天检疫 再加上7天居家隔离 回台后的14天检疫同样跑不掉 针对旅游泡泡目前有多种方案还在讨论当中 像是旅客只要给大家机前三天的阴性报告 入境帛琉再检疫一次 回到台湾后就能缩短居家检疫天数 但有成家认为入境帛琉可以不用再裁检 还有人觉得既然两国都没有社区感染风险 反台后连检疫都可以免去 由于不留当地始终保持零疫情 加上今年1月就开始接种莫德纳疫苗 目前已经有17%的人打过疫苗 足以消除国人被感染的疑虑 牛干科专家职言说不定不留更怕台湾人过去 也建议台湾不要挑剔对方 验太多 如果一开始在检疫的规定当 相对是比较严谨一点的 我也不反对 原因是说 事实上我们很希望这个旅游泡泡一开通以后 就不要有什么风险意外的发生 造成有风险破口的一个情况 我想我们就没有第二个旅游泡泡的一个推展 检疫天数还有检验次数如何拿捏 才能让两国安心就等指挥中心拍摆定案 就同明镜特报导